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碳火燒過了 都已經碳化了 所以反而是這個地方它的根基不是很穩 然後現在塑形又修到就是變成往這邊側禽 所以會有問題 然後他現在是希望就是說 老師請問一下為什麼要塗這個 這其實是保護傷口 就是說一個是防止它裂嘛 然後細菌微生物或是會在這邊滋生 然後補朽菌也會在這邊滋生 然後樹幹會中紅這樣 那如果它空了之後其實 它樹皮來不及保護 而且這麼大的傷口其實 樹要花很多年才包得起來 那如果它還沒有包起來之前 它就爛了 那它就永遠也包不起來 所以像我們這邊很多型濤樹這樣子修復的話 其實最好如果有修 還是應該要去保護它的傷口 做這個動作 對 最好是不要修這麼大的傷口 但是如果修了 就一定要保護 不要不然 茄冬是還有它的生命力 還有一定的生命力 可是如果說像 樟樹或是其他有些樹種 其實它不見得有保護的機會 所以你就看到它一直爛爛 一直往下爛 所以可能更會倒掉 就外表看起來健康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結構已經受損了 所以可能哪一天遮掉了 你就不知道 修剪上沒有那麼正確的修剪 所以我們今天來做一個比較正確的修剪 然後也順便把傷口做一些保護 因為它的傷口其實很大 其實並沒有 這麽大的傷口 其實對樹來講 是傷害很大的事情 它修剪不OK 哇 這裡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